为照顾瘫痪的母亲 她从城市回到农村 孝心打动了一位姑娘 你这个人挺善良的 我说你要觉得我能善良 做到孝顺你母亲 咱俩就结婚 她养过猪 种过菜 没想到欠下百万外债 一心想靠这种别人不敢养的鹅 改变命运 飞起来呢 又一步二天 漂亮 可是这种会飞的鹅 一度让她一家人的生活 雪上加霜 求求老天爷保佑不让她去养 你说我这损失太大了 这一下就将近三百万 危机之下 她把扇飞的鹅变成了赚钱的宝贝 2019年销售额达到两千万元 看黑龙江的张信 如何靠扇飞的鹅 收获特别的财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致富经》 有一句话叫 主熟的鸭子飞了 就是说 眼看就要到手的东西 却意外失去了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信 就曾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眼睁睁看着飞走的是鹅 张信养的可不是普通的鹅 这种鹅善于飞翔 能飞上天空 很少有人敢养 就是怕养大了 飞走了 白忙活异常 张信却不信这个鞋偏要养 结果将近三千只鹅 跟着过路的大雁飞走了 他不死心继续再养 后来不仅让这种善飞的鹅听话了 还把善飞这个以前的缺点 变成了赚钱的法宝 一只鹅就能卖到三百元 2019年销售额达到两千万元 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到张信的基地去看一看 11月的黑龙江省 温度降到了零下10摄氏度左右 水面开始结冰 可这并没有影响到四五万只生活在这里的鹅 对这些鹅来说 它们的生活依旧非常热闹 这不是普通的鹅 这种鹅拥有一项让人吃惊的本领 只要它们愿意随时可以展翅飞翔 在空中展示它们矫健的身姿 今天咱们这不那个人人多比较多 它这东西帮它挺怕人的你知道吗 特别生人你们啊 平常网子在的时候 一叫它就屋都跑上了 这种鹅很信任它们的主人 但是对陌生人警惕性却很高 为了近距离拍摄它们 摄影师不得不换上饲养员的衣服 才有机会靠近这些胆小的鹅 还会跑啊 会跑 那我待一会儿就跑了 一会儿就跑 仔细看这些鹅 它们的个头比普通家鹅要小 体型也没有那么臃肿 但是别看它们个头不大 身价却很高 在张信手里 一只可以卖到300元 价格是普通家鹅的四五倍 正是因为这种会飞的鹅 经常有游客跑到张信的养殖基地玩 飞起来吗 又一拨 又一拨 对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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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过来了 来了 这边来了 太漂亮了 快点 这个进来 快点 他们都走了 走走走走 来来来 这个好看 太美了 这些游客 是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哈尔滨 赶过来的 来来来 这来了 这回真过来了 当鹅飞起来的那一刹那 再寒冷的天气 也没有降低游客们的热情 这都70了 是吧 第一次看着鹅飞 让大家全都特别兴 要特别兴 没跟你说吗 多少年没看着过 飞起来的就是太好了 太好了 不好 鹅谁都见过 但是能飞上天空的鹅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 游客们看得高兴 但是更高兴的 应该是这些飞鹅的主人张信 咱们这个跟那个普通鹅 跟那个别的东西都不一样 因为它会飞 它一飞 它延少脂肪 它就没有像大鹅 它就那么油腻了吃起来 而且头软还好 张总 那你这个蛋卖吗 卖到村起的时候就是说 现在有吗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不是 你什么时候 谁要买啊 村起吧 村起三月份 游客们在看完飞翔的鹅以后 就会跟张信买鹅或者鹅蛋 因为这种鹅会飞 所以它比普通鹅卖得贵 一只八斤左右的飞鹅 即使价格卖到了300元前 也浇灭不了游客购买的热情 能飞的鹅 就这个是最大的卖点 北京有老话 宁吃飞琴一口 不吃这个走瘦半斤 这就在这上面就能真正地体验出来 这种鹅原产于新疆 在黑龙江大庆市 基本没人敢养这种会飞的鹅 因为如果飞丢了飞跑了 就等于白养了 五年前张信壮着胆子 养了这种会飞的鹅 一度让它损失惨重 但是现在还是因为鹅会飞这个特点 成了张信一年销售2000万元的有力推手 张信是如何跟会飞的鹅打上交道 又是如何把另养之户们头疼的飞鹅 变成了挣钱的宝贝 这还得从张信回家 照顾瘫痪的母亲说起 2004年 在大庆市打拼的张信 收到了一条不幸的消息 年迈的母亲因为中风造成了偏瘫 生活无法自立 这件事让张信非常纠结 如果回家照顾母亲 意味着她必须放弃大庆市 年入三四十万元的通信工程业务买卖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件事牵动着张信的心 张信已经离婚多年 还带着两个孩子 那时候张信刚好谈了一位小她13岁的女朋友 如果自己回农村长期伺候母亲 这段感情也很可能受影响 毕竟我两个孩子还有把母亲瘫痪 咱们也应该是在能存 甚至连对象都没出国 想来想去 张信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哪怕分手也要回家照顾母亲 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当时的女朋友 徐亚兰时 徐亚兰说出了一段 让张信母子俩落泪的话 我就心思一个大男人 带着两个孩子 还要照顾母亲 这种孝心就是真的难得 我说年龄差别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这个人挺善良的 我说你要觉得我能善良 做到孝顺你母亲 咱俩就结婚 当时我和母亲也就满面 说如果你要真能伺候我 这是我这一辈子 这是后半生 可能是我希望的福 这样是我二人就说 说行 他就你这句话 我必须跟你人 我俩在一起 包括这两个孩子 我都养了 正是看中了张信的孝心 徐亚兰跟张信回村办了婚礼 当时张信夫妻俩 有三四十万元的积蓄 他们就一边照顾卧床的母亲 一边创业 先后养过猪 种过大鹏蔬菜 可是因为没经验 2012年 大鹏蔬菜导致张信 欠下了百万外债 这让张信很着急 他迫切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2014年 张信去了一趟黑龙江省安达市 他的朋友请他吃了一顿饭 桌上的一道肉菜 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在这一生当中 都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 这说一不好听话 它是相当好吃的 它这个东西 搞铁锅靠的 原来张信吃的是新疆的伊犁鹅 当时一只伊犁鹅在饭店里 卖到了350元 比普通的家额贵了不少 这引起了张信的强烈兴趣 伊犁鹅原产于新疆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已经有200多年的养殖历史 伊犁鹅属于中小型鹅种 耐粗放饲养 耐寒 铲蓉多 肉质细嫩 并且具有很强的飞翔能力 当时 在张信的老家大庆市大同区 还没有人养殖伊犁鹅 张信想在老家发展伊犁鹅养殖 大庆市有很多这样的低洼地 不仅租金非常便宜 水草也非常丰富 很适合养鹅 我把那个小鸭苗 预除到一个月之后 撒到这里 基本上我就不用为多少 它吃草 我正常一额25块钱 这要是有15块钱 就给我得省10块钱 4兆钱 张信看好伊犁鹅养殖 但是制约张信的是钱 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信遇到了以前 在大庆做工程时 认识的好朋友 许金生 两人已经认识了33年 这次重逢 改变了张信的命运 许金生同意借100万元 给张信作为启动资金 既不打欠条 也不要一分钱利息 因为他看中的是张信的为人 人不孝顺 你教他也没有用 你就是说有钱也没钱也好 你就教他也没有用 他不孝顺 他对父母不孝顺 他怎么能做好一些事情 他一个是孝顺 还肯干 头脑灵活 头脑绝对是超前 2015年4月 拿着许金生借的100万元 张信租了一千亩 别人看不上的低洼地 然后以每只八十元的价格 引进了六千只伊犁鹅 到了年底 每只鹅都涨到了六七斤重 张信一算 即使按一只鹅 二百五十元的价格算 六千只就可以卖一百五十万元 谁知道 一个谁都不敢相信的事情 却在这时候发生了 养在低洼地里的鹅 突然飞了 他们说这鹅会飞 那我说这鹅会飞 跟猪会飞 农村话来讲 这得多稀奇的一件事 这个事我确实是不信 但后期实践证明 亲眼见着的 这鹅真就飞了 相当壮观 上面的烟一过的时候 他们一飞的时候 那跟这个野生焰是基本上一样的 能往前一飞 说他往前一飞 那会就我的心甚至都碎了 这飞走 能不能回应 真就没回应 看到鹅跟着过路的大雁飞了 张信赶紧去追 可是跑得哪有飞得快 张信的伊犁鹅越飞越高 直到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就好像说我这个六七十万人民币 非常甜的 随着风都飘走 这种我站在那 甚至我都傻了 我站在那 我得有半个多小时 我才能感觉到我恢复过那个正常 最后张信一清点 六千只鹅飞走了近三千只 价值七十多万元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时 所有人都劝张信 不要再养什么会飞的鹅了 这样下去 不仅挣不了钱 还会把仅有的一点钱亏光 这件事让张信很郁闷 虽然他以前也知道伊犁鹅会飞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能飞 他找到了一只普通家鹅 跟伊犁鹅对比 找出了伊犁鹅擅长飞翔的原因 这是咱的伊犁飞鹅 来 拿尺腰一下 我腰一个 你看那个展翼 摔在脖子 摔在脖子 你看这个脖子 5米45 看咱这白鹅 它这个翅膀跟那个都不一样 拿尺子 腰上 1米22 1米22 这羽毛是吧 这羽毛你看 这多少层羽毛 厚实 它不是厚实 它三四层羽毛 像这个 这边 你看这边 对 你要是大鹅 大鹅它就没有这层羽毛了 所以它会飞就是在这 找到了伊犁鹅会飞的原因以后 张信心想 这会飞的鹅跟不会飞的鹅 肉质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为了找到答案 张信屠宰并对比伊犁鹅和普通家鹅 这皮你看这多薄的皮 你看这皮 你看这皮薄 你看这又丝 你看这又 这多细呢 这又 你看这只 这脂肪 你看这脂肪 这皮下脂肪 你看这又 它还粗 这又丝 你看这又丝 就看上了 这粗 它这两种区别跟什么有关 跟它飞有关一样 这个比如说它飞的多 它就脂肪就少 脂肪就少 它脂肪多 它飞不下来 就跟蛋鹅一样 认识到伊犁鹅会飞 跟肉质好友关系以后 张信决心 在伊犁会飞这个特点上 做点文章 他要把会飞这个 让人头疼的缺点 变成卖点 经朋友的介绍 他去了一趟黑龙江省的安达市 找到了一位叫姜润峰的人 姜润峰曾经在国内 很多养殖企业工作过 也养过伊犁鹅 两个人合作养伊犁鹅 姜润峰给张信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就是定点定时投胃 咱们天时时候 它回来吃时有这个习性 这边一叫 他感觉就跟咱们人似的 一喊吃饭 这个性质是他 所以他就自己 他就都往这块聚 你看现在都往这聚 这点就满 咱们这人赶着站着 人多 这人少一会 几分钟这点就全满 全回来 每次喂食的时候 张信就会这样 大声地吸引鹅过来吃饭 逐渐养成了鹅定点定时的 进食习惯 伊犁飞鹅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最大的特点 它是铭记 长时间在这个食习惯 小时候到大 所以说他就是有一种炼潮 或者说是铭记 他就是不走了 他就认为这是在家了 冬天他也不走了 每年的冬季 正是候鸟迁徙的时候 一到这个时候 伊犁额也纷纷拍大翅膀 为了不让伊犁额飞走 江润风给张信之的第二招 给伊犁额增肥 每年从10月中旬开始 就给鹅喂玉米等能量饲料 到快出栏的时候 咱们进行能量饲料增重 大量地喂能量饲料 增到七八斤之后 基本上它就是不爱飞了 短距离飞翔了 给鹅增肥是有技巧的 增肥增少了不行 增多了飞不起来 影响到肉质也不行 经过试验 它们只给鹅增重一斤左右 从原来的六七斤重 增加到七八斤重 这样虽然还有飞翔能力 但却飞不远 避免了损失 同时飞翔还能让鹅的肉质更好 最多它能飞200米 200米就咱们的泡子 这一个泡子的面积就 好钱米 他说它飞不出咱们的泡子 2017年 在江润峰的技术指导下 张信终于成功养殖了 四万只伊利俄 只等着年底一卖 就可以马上变现 当时因为量少 一只伊利俄的价格 在二百六十元左右 这个价格 如果走传统的农贸市场 恐怕不好卖 就在这时候 有一位江苏的客人找上门 声称自己有销售渠道 能把张信的四万只鹅 都销到外地去 并跟张信签了买卖合同 兴奋 签完这盒的时候 我得有一宿没睡觉 可签完合同后 对方却一直拖着不打钱 这一拖就是一个月 该出来的鹅没有出来 四万只鹅每天光饲料钱 就需要一万五千元 原来对方签完合同后反悔了 张信扛了一个月后 实在拿不出钱买饲料了 鹅就只能自生自灭了 到一月份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 连恶带动 前后死了一万多只鹅 你说我这损失太大了 这一下就将近三百万 说说内容就是三百万 对我来说太重要 那不是我自己的功耗 那是我妻子和孩子 大伙的努力 富是东流 所以我自己也偷偷留个爷 我说我这一生当中 怎么能相信别人 只要能剩一只 咱们上别人家 再凑一只 两只凑到一起 咱们也能腐化起来 就这样 鼓励她 对啊 鼓励她 她眼力都来了 看到剩下的两万多只伊林鹅 口粮还没有着落 张信的妻子回了一趟娘家 借回来了三十多万元 借了点钱 把这两万多只算保下了 要不就内容就是我二爷 再不拿几十万钱 我就全局覆没 通过这件事 张信意识到 光把鹅养成了还不行 怎么卖出去 其实更重要 2018年她决定走出去开发市场 通过这次的教训 我一行在 我不能在一坑上吊死 我得出去找市场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谁都靠不住 只能靠自己 惊人介绍 张信找到了在哈尔滨开旅行社的张朝瑞 想让张朝瑞把游客带到他的养殖基地来 可是张朝瑞一听是鹅 并不感兴趣 这个肉质一看 我就想 我说这鹅有什么看的 因为我们建了那么多的鹅肠 是不是 我们传统的鹅肠 我们都知道 养鹅的嘛 无非就圈个鹅圈 对不对 我说我这东西会飞 我这鹅会飞 他说我还这么听没听 说鹅会飞呢 我说我这是一粒飞鹅 看张信说的没飞色舞 张朝瑞决定到两只基地去看看 这一看张朝瑞惊呆了 鹅全在什么 全在芦苇荡里面 到处在草丛里面 然后它用手这边一喊 一大声一喊 所有的鹅都呜呜呜就飞起来了 真是满天肥 当时就把我震惊到了 伊犁鹅很扛冻 到了冬天 即便温度降到零下20多硕士度 伊犁鹅也可以在野外生活 成群结队的伊犁鹅 一会儿游泳 一会儿飞翔 这成了张信养鹅的主要卖点 从2018年开始 张朝睿开始和张信合作 每个月都会带三四批客人过来浇游 每名游客收费200元 游客除了看鹅飞翔 还可以吃一顿铁锅炖伊犁鹅 游客们看到了野外自由飞翔的伊犁鹅 又吃到了鹅肉 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大多会买一些伊犁鹅产品回去 2018年张信通过这种方式 就销售了三万只鹅和十万枚鹅蛋 除此以外张信还跟北京的客户合作 把会飞的鹅卖进北京 这个鹅在北京卖多少钱 最少卖八百 能卖出去吗 那肯定能卖出去 那你在北京吃烤鸭还三百呢 那烤鸭成本多少钱 咱们给它做出名来 那能那就不是八百了 2019年张信的销售额达到了两千万元 随着销路逐渐打开 张信一个人的养殖量已经有点跟不上 他就免费给周边的四百七十多户贫困户 送鹅苗和鸡苗 并承诺以保护价回收 到2020年张信拥有了两个养殖基地 自己养殖伊犁鹅数量超过十万只 同时带动养殖户的养殖量超过五万只 估计今年这个鸡跟这个鹅养大 卖出去之后能挣多少钱 这个吧能够我们这三个人 买名买面一年 一年的生活费 是双赢我感觉 它可能分散给老百姓了去养 这样老百姓始终就是 大家一起在养这个事 那可能规模就扩大了 规模扩大了 它可能市场就能够好一些 讲究孝道是中国人的美德 张信为了照顾瘫痪的母亲 甘愿放弃城里的工作回村 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 也打动了女朋友的芳心 因为有孝敬老人的美德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有人愿意无偿帮助支持她 张信常说 人要知恩图报 报答母亲的养育 爱人的陪伴 乡亲的支持 现在能带动家乡 470多户农户一起养殖 这是最让她自豪的事情 好了 观众朋友 本期的制服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